大家好 我这棵铜钱槽给它抹头大概有10天左右了 那么现在已经长出了一些新的叶片出来 长得非常的精美非常的漂亮 长得也非常的多 如果有花有的铜钱槽也给它抹了头 但是生长非常慢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小方法 那就是我们经常的必备药阿斯匹林 因为阿斯匹林它里面含有大部分的水羊酸 水羊酸可以促进植物长一些新根长一些新芽 那么我们给铜钱槽抹头之后 然后先等上两到三天 然后再用一粒阿斯匹林 把这个阿斯匹林直接放下去就可以了 然后它慢慢的溶解 如果说我们担心它不溶解 溶解不够快的话 我们可以将它碾碎 再把它放上去 这样的话 经过几天的生长 就会迅速的长出一些新叶片来 但是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个铜钱少的培养水 在1000毫升到800毫升以上 如果说这个培养水太少了 我们不能放那么多 只能放半片 也就是说一片阿斯匹林 控制在800到1000毫升的水左右 就可以了 不能太过浓 太过浓的话 对于它的根系也是生长不利 所以我们只要把握好这些方法 就可以让它快速的长一些新的叶片出来 那么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我们染护铜钱草的一些技巧 希望对大家有用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